主賢節 主賢節是一個很老的節日 從第三世紀,教會就已經開始慶祝了 事實上,東正教他們比較沒有慶祝聖誕節 反而是慶祝主賢節 所以我們知道,主賢節從教會一開始就得到很大的重視 因為主賢節是天主把自己顯現給我們 把祂的救恩賜給我們 事實上,耶穌誕生之後的每一個行動 都是天主把自己顯現給我們每一個人 從耶穌誕生,牧童去朝拜 賢士來朝拜 西莫安 當後來的耶穌的第一次的奇蹟在加納 還有其他的宣講之餘的奇蹟 每一個行動都是天主把耶穌顯示給我們 都是天主願意把祂的救恩帶給我們 天主藉著耶穌基督的行動 一次又一次的將祂自己顯示給我們 而事實上,這樣的顯現不僅在兩千年前 更在每一天,我們現在的每一天 它一次又一次的將自己顯示給我們 例如我們每一天的感恩祭 就是最好的祖顯節 祂將自己的救恩,自己的靈在 顯現出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有時候天主的顯現也需要我們努力的尋找 比如說像這幾位賢士 他們懷著勇氣,離鄉背井 所以尋找耶穌需要勇氣 而他們在尋找的時候 當天上的星光突然消失 這為他們來講也是一種挫折 事實上我們在追尋天主 甚至在我們的人生的追尋當中 會遇到挫折,而我們也需要勇氣 在傳統上,我們說這幾位東方的賢士是三位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成為第四位追尋耶穌的賢士呢?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繼續這樣追尋耶穌的過程 在追尋耶穌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需要勇氣 因為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們要持續的尋找 這樣的尋找是一個過程 事實上我們人生都在一直的尋找 尋找我們內在的渴望 有些人的渴望,有些人的尋找 是物質的東西 他們可能可以找到 但是這樣物質的東西不能夠長久 隨著生命的逝去 這些東西也將逝去 可是如果我們尋找的是天主 那麼天主會永遠跟我們在一起 而不會失去 各位姐妹弟兄 在主顯節的時候 讓我們也效法 不僅效法牧童或西摩昂 看到或擁抱耶穌 我們更要效法他們 把耶穌誠誕生的好消息 跟別人分享 見證天主對我們的愛 這樣讓我們跟著這幾位賢士 一起追尋耶穌基督 願天主降福大家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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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